Hello,大家好,这里是吃吃喝美美的第七来着 我们这里熟不熟悉,猜猜我在哪 现在淡幕做那种飘过的特效 对,我现在在杭州 然后我现在正在化妆 可以看到我还有点削肿 然后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王牌的时候吃什么呀 然后我的一天的工作安排都是干嘛的 像比如说我现在最爱吃的就是 这边的杭州的特别好吃的一道 而且我觉得这个菜非常的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 龙井虾身特别好吃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妆 就是有一种要害羞的那种感觉 所以腮红打到的是这个位置 打这个位置我发现就是会 让你的脸整个会变得就是那种立体的感觉 然后今天的眼睛也是花了一些 就是粉粉的这种卧蚕在这块 然后我会先提亮 然后再加一些粉色的眼影 因为会让这个整个卧蚕看起来又自然 是那种就是人间水蜜桃的感觉 然后鼻子也扫了腮红 我觉得腮红用好真的很重要在一个妆容里 腮红的话其实有时候你可以这边都像带过这个妆 这边比较宽的话你可以把腮红往上 然后从这边这么下来也非常的好看 然后有时候其实你可以在这块 在你扫完阴影之后再带一点腮红 也会让你整个就是看起来会很有就比较害羞状 然后我今天这个美瞳看东西 这个美瞳是有点偏绿的 所以你们看一看 这个绿的很自然 它不会就是抢眼睛 而且也很适合这个妆 好了 我要去录彩艺了 拜拜 现在是一个天派的公主 走你 哇 这个不知道就能放 好疼啊这个 哇 头脑不这样 头脑啊 好疤啦你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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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人 好了 这样准备 从你来到我身边 一秒变妆 嘿 然后有人在这个拉开就是那个看白色的 走 你是公主哦 哪个公平里的公主 哎呦 嘿 嘿 嘿 丘 哎 哎 哎 啊 一秒切换 我和你 我和你相守相避 真爱生死不离 小学生 小学生 有没有觉得 我今天的最好想一点 似曾相识 因为录制王牌呢 所以杭州这个城市 也对我来说 就是越来越熟悉 然后也越来越亲切 回到杭州的时候 你看我都会用回这个字 就是觉得回到了杭州 就感觉有一种归属感了 在这个城市 而且杭州我觉得 幸福指数会很高 就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很幸福 莫名的幸福 和莫名的开心 不知道为什么 很神奇 今天我们是饭后消食 然后来西湖边走一走 真的太舒服了 天下生意 游来游往 哈哈 我不行 我不行 我要的 你给的了 哇塞 这也太 这太美了 现在越来那儿 天哪 越有阴晴 圆圈 真的这条街道太适合晚上来溜 哇我就怕我极浪漫的 然后心情也很舒服 太美了 太美了 是我喜欢的那种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 但是这份安静又给我很大的安全感 为什么 因为能不能看到那边特别热闹 哇 哇 哇 好漂亮 哇 好漂亮 出来了 出来了 怎么办是不是长太高了呀 以前小时候我今天得碰老高才能高的 怎么现在一伸手怎么糊了一片呢 这太吓人了 不行不行 我不蹦了 就不暴露身高了 172.4啊警告